五千萬 七千萬 三千萬 一一兩千萬 原來還有兩千萬 現在應該有五千萬 聽得很浪漫的啦 好驚人就對了 這麼好錢啦 有錢人啦 有錢真好 如果有一天 最近這個風波下來之後 柯文哲說 我不敢插正地了啦 我都不想灌了啦 搞不好那一點二一的豪宅是他的名字 然後這四千多萬是他的名字 然後林一街小宅是他的名字 你就海闊天空啊 你們這個政條都不要灌啊 反正我家都買好了 我有違法嗎 違法就招我去關啊 政治現金這一條還不到違法 所以精華成一條你就要注意 志祺要補充 那個是酷手啦 然後先講結論啦 本日金句啦 則無房貸 臺灣人 柯文哲沒有房貸啊 臺灣人絕不能放棄諧音梗 對 則無房貸 則無房貸 全都用現金買 就是這件事情真的嚇壞大家了 他到底現在累積的這個實力 金額的實力有多少 那我來看一個酷手版 這個是林志群律師 他說依照民眾黨的數學 他們不是那個本東 960110是這樣加起來變96萬多嗎 那臺大醫生一個月薪水是25萬的話 兩個醫生25萬再加25萬 所以一個月可以賺2525萬 2525萬 所以一年可以賺3億啦 人家買個1.2億有什麼困難 你們這些人就是忌妒 這是一種吐槽的方式 來我們看下面有一個網友 他說不是不是他下面還有醫師妹妹 所以他們一個月是252525萬啦 你們數學都不夠好啦 好來因為講到那個選舉補助款 他其實有不同的我們之前在聊有關於政治 現金那一塊 那是不是有留到木可呢 那這個選舉補助款是選票 一票是三十塊嘛 對不對 因為總統大選 他那個規模是大的 你如果是選一個議員 或是選一個立委 那個補助款的金額 可能不會這麼大 可是呢 當他得到三百六十九萬票 換算下來是一點一億的選舉補助款的時候 那柯文哲講得很好聽說 要什麼做公益 要黨部 要什麼運用等等的 那現在變成去買他的商辦嘛 那川哥我要請教的是說 像賴清德總統 或者是侯友宜 他也是都孫總統 他們規模 其實拿到的錢也都是一億多 對不對 人是怎麼輸用 是為什麼柯文哲可以說 我因為錢很多 所以我要來買商辦 賴總統怎麼用 侯友宜怎麼用 我們可不可以做個對比 先說侯友宜 因為國民黨沒有錢 所以要補的錢 國民黨總加起來 連一塊也不需要給侯友宜 你用加起來 韓國瑜就加起來 韓國瑜就加起來 因為他撥款是這樣 就是中選會是把那個錢 撥到政黨去 所以政黨不給你 就是不給你了 那國民黨他們的慣例 就進了這個國民黨的這個帳戶 裡頭 就留在那裡 不會再出來 不會再給侯友宜說 那這三分之一現金捧給你 沒有這個樣子 那民進黨當然也是進到民進黨的這一個戶頭 然後這個賴總統已經宣示 他有三個使用的方向 一個是做 黨中央就是拿走三分之一 那另外三分之二是賴總統可以運用的 可以運用 那他運用的方式有兩個 一個就做公益 一個是給青年黨工 給青年黨工出國進修 民進黨的青年黨工 包括像王定宇 或者是永宏他們的助理 謝謝你把我列為親 不是 我還沒有講 他要說的是你的助理 他們的助理 如果要出國進修 也可以去申請這筆錢 那另外一個是對我們的老黨員 就是生活遇到困苦的這些老黨員 也可以給他們補助 大概這個民進黨的做法是這樣 那民眾黨他們一樣三分之一留在民眾黨 三分之二就撥給了柯文哲 那柯文哲剛剛再加一大堆 五千萬 七千萬 三千萬 一千萬 原來還有兩千萬 現在應該有五千萬 聽到聽到很慌 好人家就對了 這麼好錢 一送錢 送到手 五千人啦 有錢真好 但是柯文哲 柯文就厲害 這錢應該大概二月 因為二月撥到政黨去 所以大概三四月 搞不好柯文哲就領到這個錢 他五月就跑去把事情幾萬花掉 這是那麼厲害 趕快花完 五月去 他現在五月去買賣嘛 然後六月登記完成嘛 可是那個01街的 那一個小宅 電梯的公寓 搞不好也買了 所以搞不好對德哥說 他手上還有五千多萬 沒辦法買一點二億的豪宅 搞不好五千多萬 已經去買那個了 搞不好現在手上也沒有 沒有現金了 因為我一直覺得陳貝奇 為什麼會講那五千多萬的事情 不要講那個01街什麼電梯 然後小宅的事情 他們都沒有人說到這個 對 他自己偏的 沒有人說要洗 沒有 我跟你說那批真的 需要地費 他要二三十 原來他要看辦公室嘛 他自己要換房子嘛 原來他 過了 他們都動罪 他是在選擇其中一個 沒有 對我們本來以為他是選擇 後來是原來他什麼都要 小朋友才會選擇 他是全部都要 那他公婆還要還要換說什麼點推什麼挖歌 那他是第四間 但是就照法律上來說 這比給政黨 政黨轉給總統候選人的 這這筆錢本來就是他個人可以使用 雙貴民意代表 三十塊這條錢是 比較適合的人用 民進黨就是三分之一 他都要高中 剩下三分之二你可以自己用 那三分之二自己用呢 沒有你就柯文哲你不要糟糕 因為他們的發言人是有講說 他們要幹嘛 那柯文哲你也可以說沒有錯這個錢給我之後 我就要來買房子 你也可以這樣講 我要來成立辦公室 我需要買房子 可是今天陳志昂就說我們買房子 我們都學那個以前的總統 像蔡英文就有辦公室 就是也是買了 蔡英文沒有買辦公室 不管是基金會 或者是這個現在的蔡總統的辦公室 都是用租的啊 不會有人去買嗎 怎麼會去買 當然是用租的 因為今天有一個網友的這個形容 非常有意思 他說因為我想要喝牛奶 所以我就買了一整個牧場 還不是養一頭牛喔 沒有 因為他這種總統的卸任總統 卸任總統的國家給的錢 是有期限的 就是總統是八年 如果八年就八年的補助啦 對對對 那你八年過後你去買一間房子 而且他買私人的 對 馬英九是買私人 馬英九今天 不然柯文哲是買私人 如果柯文哲今天拿了四千多萬 是他捐給了眾望基金會 或是不要從民眾黨拿出來 就用民眾黨去買 那又是另外一件事 他是買他私人 他個人 如果有一天 最近這一個風波下來之後 柯文哲說 我不會跟他插整體了 我都不會灌了 搞不好那一點二億的豪宅 是他的名字 然後這四千多萬是他的名字 然後林一街小宅是他的名字 你就海闊天空啊 你們的整體我都不要灌了 反正我家裡都買好了 我有違法嗎 違法就招我去關 政治現金這一條還不到違法 會精華成一條 你就要注意 志祺要補充 那個是酷手 然後先講結論 本日金劇 則無防貸 柯文哲沒有防貸 台灣人絕不能放棄諧音梗 對 則無防貸 則無防貸 全通現金買 這件事情真的嚇壞大家了 沒有請 我們敵人的 opinion 我們敵人的 我們敵人的 滿壮好的 寧相 我們敵人的 粉絲 之前 我們敵人的